盧克 被我杀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居然不被去龙份 地龙 一种防御力极高的魔兽 这只是幽灾 快跑 看什么 快跑 前面是悬崖 杉总 你会飞吗 我还不会啊 你也再回了 龙三爷 来啦 来了 我向施太龙 扛一个火线筒啊 施太龙 稳住 他的嘴巴是弱点 我需要瞄准 走 不可 不可 这 难道是冰箱口的致坏效果 龙三爷 稳住啊 来吧 狗儿 施打散吧 狗三爷 狗三爷 醒醒 狗三爷 狗三爷 盧克 狗三爷 神殿的天才勇士 你以后 一定会成为圣骑士的领袖 恭喜你们通过考核 成为圣骑士团的一员 捍卫光明神殿 捍卫神灵 在人间的全危 啊 星空下第一小程 这一切 都是命令的安排 啊 啊 噓 啊 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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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这套动作 有多久没有睡觉了 身体都已经疲惫到了极限 一直在说猛话 我都说了什么 我纯属好奇啊 星空下第一强者 是谁啊 千年来唯一有资格 被称为星空下第一强者的 阿拉贡罗兰 你背叛圣殿 跟阿拉贡有关 你还知道了什么 其实你在梦里 说得不清不楚的 我也听得稀里糊涂 你不愿意说 我也不想知道 这套动作 是老家伙教你的 怎么不继续 继续 你已经做完了呀 我就知道老家伙 只会这套动作的基础 大哥 舍不得舍不得 这样不好吧 你怎么可能 第十话 便是 暴风雪一听 对我们来说 是好赶路了 可对魔兽们来说 也正是售猎的好时机 等一下 沃克 雪堆坟墓 我可以从死去的人身上 与之前方的危险 死了不会超过两天 看他的伤 以及断剑的平整切口 恐怕是有人用力气 一下将这名骑士 连人带剑砍成两端 这里原来应该还挂着一枚徽章 大大女儿 我听说 神圣骑士战死之后 同伴会取下他的神圣骑士徽章 带回神殿 对吗 光明神殿的神圣骑士 你原来 这种神油烫出来的疤痕 正是神殿对神圣骑士的洗礼印记 可 谁敢谋杀一名神圣骑士呢 我们的旅途 恐怕不会太平了 可 可菲特大人 他 他可是一位八级大骑士啊 能在对战多名神圣骑士的情况下 杀死一名大骑士 这实力应该在大陆顶尖的强者行列了 女神在上 罗兰帝国 什么时候出了一个敢挑战神殿 并且拥有这般强大实力的恶徒 沃克 请不要打扰可菲特大人的沉睡啊 我想他能告诉我们答案 可菲特大人的日记 日记 我喜欢日记 还是偷看一位大骑士的日记 不是偷看是戒月 你太八卦了 塞梅尔 原来神圣骑士们进入冰封森林 是为了追杀通缉犯 侯赛因 侯赛因大人 他竟然背叛了神殿 我的老天 这太可怕了 侯赛因 二十六岁达到九级骑士 成为公认的大陆第一骑士 三十岁成为神圣骑士团三大骑士长之一 这样一位受神殿器重 受世人景仰 天才中的天才 为什么会突然背叛神殿呢 我的天 神圣骑士中最强大的三大骑士长 一名叛变 两名战死 没意思啊 看了半天 都是些血雨清风 你在找什么 世界里那封教宗守令 难道 在其他尸体身上 我感觉到一股恐怖的敌意 什么动静 一天又过去了 这个男人 很危险 年轻人 你在找这个东西 教宗陛下的首令 神圣骑士的洗礼印记 你是 侯赛阴 被追杀的人 你很聪明 没错 我就是侯赛阴 那些家伙会搜遍附近所有地方 但是唯独同伴的坟墓 他们不会再挖开检查 侯赛阴 侯赛阴 可惜却被你们发现了 大大尼儿 这就是九级大骑士的实力吗 我们走不掉了 抱歉 我不能暴露行踪 所以你们都得死 等等 侯赛阴 我不是神殿一伙的 也不信神 我不过是被绑到这鬼地方来的一个小贵族 或许我们可以 该死 居然是魔法师 菲尼比亚 佩尔雷斯 念咒的速度很快 不过 太弱了 我恐怕是洛兰大陆第一个 做了自己眩晕术的魔法师吧 不错的剑术 可惜 太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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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